近日,在热播的恋宗节目《心动的信号期》里,女艺温清雅在众多素人嘉宾里脱颖而出,光热搜就上了好几个。 这么高的热度也引发不少网友好奇,女艺这是要出道了。 下面有关于温清雅个人资料大曝光,一起去看看吧。 《心动的信号期》开播后,女艺温清雅的出场,可以说是满屏的清纯感, 大幕上纷纷飘来一句话,这颜值长在我的审美上,几乎都是在夸起长相的。 除了有很舒服大气养眼的长相外,不少观众更是直呼温清雅长着一张明星脸。 有的说像周宇童、邓恩西,也有的还觉得像陈都玲、刘美涵。 此外,女艺温清雅和男三鹏高的CP热度,更是被观众们投到断层第一。 不得不说,CP感真的是一门弦邪。 看过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 盘高见到温清雅之后的表现真的好明显, 有种一见钟情具象化的记事感, 这对你们都刻到了嘛。 在温清雅个人资料显示, 她今年24岁来自于广东深圳祖籍市福建泉州。 她本科毕业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, 硕士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传媒学院。 据悉,温清雅学的是媒体与传播专业, 目前也是金融传媒实习生。 嫁进优货,豪车,名牌包包衣服,欧洲旅游, 等等无不彰显其百富美的形象。 另外,或许是新动的信号期播出后, 温清雅多次上了热搜, 从而令不少网友认为, 女仪这是要通过练宗出到娱乐圈了嘛。 不过温清雅上热搜属于正常现象。 正如上文提到的, 她与男嘉宾蓬高的CP热度目前都被投到断层第一, 再加上温清雅的个人热度也很高。 喜欢她的观众不少, 因此上热搜是很正常的。 其实温清雅除了颜值长在观众审美上外, 性格魅力也是大家喜欢她的原因, 希望她能保持初心继续发光发热。 新动的信号期这一季除了女意外, 其他女嘉宾也都很不错, 真的各种风格百花齐放。 大家觉得呢?